对于平民子弟来说 如果不适应大学教育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上大学 有机会也没必要上 对于草根阶层来说 上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到实用技能 如果是无背景、无人脉、无资源 甚至还没什么钱 将来只想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最好是去学一门技术 有个一技之长 学点实用的 其实也能找到一个相对体面的工作 请注意 大学是不会教给你实用技能的 不管你学什么专业 都一样 个别的除外 比如说你要学临床医学 这个另当别论 大部分专业 都没有办法让你熟练掌握某一种技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到底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 上大学究竟读的是什么 大学不是技校 很多人读了大学 可能根本也对不起大学生这三个字 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技校的学生 比如说积淀专业 热门吧 实用吧 一个积淀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能够操作维护一台机器 但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熟练技工 也照样可以操作 甚至比大学生操作得更好 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能够拿精诊器给别人看病 可是很多未校毕业的中专生 在积累若干减以后有了经验 照样可以拿手熟刀 所以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最主要的区别 不在于是不是掌握了一门专业技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必要上大学了 就专业技能而言 大学生可能真的比不上技校生 那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大学是系统的思维训练 学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从简单技艺 或者机械模仿的角度来考虑 而是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培养的是主动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这种能力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最本质的特征 不管在什么行业工作 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纷繁复杂 而且是瞬息万变的 如果没有系统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算每次都考一百分 也不可能在工作当中脱颖而出 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 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等 这些理性素养而不只是专业技术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说 学生在大学里面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 一是学怎样读书 二是学怎样做事 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 最后是学怎样做人 爱因斯坦也说过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 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技校的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掌握专业技能 而大学是给你时间思考未来的地方 帮助学生掌握专专家 到 daqui 都只是认可能是川橋